常常的排隊人籠 在週間平日 還是有民眾想要一包口福 享用美味buffet 現在到哪裡都客滿 一定都要定位 提早訂都還好 我一個禮拜以前就定 除夕為如宴的話 目前是全部客滿的狀態 那春久尾牙的話 預訂狀況也不錯 12月份大概有9成左右的預訂 那1月份甚至平假日 都已經是客滿的狀態 餐廳定位手腳慢了 可是搶都搶不到 本土疫情降溫之後 企業歲目年終聚餐 也逐漸回溫 又正值農曆春節返鄉潮 從胃牙開始 圍爐春久預訂都好夯 尤其從10月下旬開始 我們就觀察到 我們的小吃定位 每到假日的時候 都是廠場爆滿 除夕圍爐的部分 其實在10月底的時候 我們的訂單 就已經全部都接滿了 截至目前為止 每天大概都還會有 1、20通的電話在詢問 明年春節廉價長達9天 讓國內聚餐熱度不減 只是變種病毒 Omocron已經攻進國門 讓企業也心驚驚 台速集團率先開出 今年第一槍 宣布停辦尾壓 今年大概有6成4的企業 要舉行尾壓 那整體來看 這個比例是比 去年稍微高一點 去年是55.9% 那今年是63.8%的 企業要舉行尾壓 但是如果拉長來看 還是創9年4低 1成7左右的企業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取消 國內疫情維持二級警戒 一路到年底 疫情走向的變化 都牽動著團圓圍爐 餐飲宴席的 加溫熱度 環宇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提起 很多時事 每次都た會有 已經在內 並開啟小鈴鐺 稍微小鈴鐺 零 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 兩三十三 感谢观看